2021年十大电视剧 十五 温暖的味道 锦东饰演的美食博主下相认第一书记 等住他的是分裂的村民 独菜风波 煎饼喂猪事件 周璇在追逐利益的村民之间 他已得抱怨 为他们排忧解难 最终把村子发展成最美乡村 剧情流畅有趣 像看勾心斗角的朝廷 是 9 扫黑风暴 当刑警师徒遭人栽赃陷害 师父含冤身死 徒弟被迫离职 十多年来不断追查真相 终结破黑白勾结的保护伞 真实故事改编 正邪交锋 是一部出彩的大陆警匪剧 8 我在他乡挺好的 乐观开朗的闺蜜 突然自杀身亡 三名好友 才逐渐发现他隐藏的秘密 并找到自己的人生目标 故事层层推进 悲伤中包含更多的希望 7 坠续 在一个盛行入坠的时代 有难得学院 教导坠续 三从四得 剧情喷范 是庆余年二线演员 令人刮目相看之作 相声大腕郭德纲的儿子 郭麒麟初挑大梁 表现不俗 6 荣耀乒乓 一个性格内向的成长型球手 一个桀骜不羁天才球星 两人打进国家队 竟夺世界乒乓冠军 魔鬼式的训练 挥洒泪水与汗水的热血青春剧 有球星樊振东与马龙的影子 穿插乒乓小讲堂 是加分亮点 五玉四小五作 没有大咖 也没有巨司制作的古装探案剧 却以细腻的破案情节 暖心又不恶心的恋爱故事 小刀具大树 取得出人意料的成绩 我们在山洞里说好的 四俗女养成绩二代 第一季 原班人马回归 四十岁的陈嘉玲 回到故乡台南 展开人生下半场 以搞笑的手法 刻画祖孙三代 各自的心酸 上演出走桥段 效忠带泪 温馨感人 三 你是我的荣耀 不一般的偶像剧 木讷的航天科学家 万众瞩目的巨星 两人如何谈恋爱 俊男美女 杨阳与迪丽热巴 配以人气超火的电竞游戏 还有揭秘中国航天工业 吸睛元素十足 令人联想到 中国航天之父前学森 与歌唱家蒋英的爱情故事 对白精简 情节喜恋 果然是科学与艺术的结晶 二觉醒年代 只熟悉的文化大师 接二连三出现 开启民智的 新青年主编陈独秀 倡导白话文运动的 新文化大将胡适 手握文字匕首的鲁迅 开名豁达的北大校长 蔡元培 英姿勃发的少年 毛泽东 让人感受一个 辉弘时代的震撼 前路坎坷 咱们 小心脚下 我走了 一火神的眼泪 火海救人分秒必争 有人在现场瞎起哄 干扰救人工作 火警安检 有人为私利 施压过关 酿成不可挽回的惨货 取材真实个案的台湾之场剧 倒进消防员的心酸 救火场面逼真 剧情紧扣人心 2021年 还有多部连续剧来不及观看 像刚刚开播的 风起洛阳 是长安十二世辰原著者 马伯雍的小说改编 相信是叫人期待的佳作 还未播完的韩剧《至一山》 女神全智贤家 王国的朱志勋挂帅 还有周渔民 李明顺主演的逆局 播到第八集后无字幕 夹杂的台势 对白难以欣赏 可惜了这部监狱七情剧 另外 当今最轰动的韩剧 由于游戏 因故事不对胃口 没看 此外 值得一看的还有 山河令 山海情 启航 荡风启实 理想之城 都称得上用心之作 优优独播剧场——YK 优优独播剧场——YK